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Hugegraph的PPMC 然后呢 刚刚就是Justin的这个分享 其实也做得挺好的 然后相当于是我顺着他的分享 接着来讲一讲 就是说一个复华期项目怎么去做 就是怎么去就是从这个 从0到1去做一下这种 就是加入Apaq的整个这个流程 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开源的一些思考实践 那然后呢 就是今天的分享呢 主要就是这四块为主 第一块就是说 讲一下这个Apaq Huge Graph的这个背景 或者说整个这个graph system的这个背景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讲一讲这个 就是加入这个incubator 或者加入这个Apaq ASF的这个酷和这个甜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说讲一讲这个 可能说是一个更具体一点的 就是说 在国内就是我们来做开源 或者公司去做开源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老板或者是公司 他会关注说这个开源的这个价值是什么 对吧 就是可能会经常提到一个 开源节流和这个降门增效 然后呢 我也是对这有一些 这种自己的一些思考 然后呢 第四个就是说 就像是开源社区它需要去运营 对吧 大家也知道这个community over code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在你的这个投入的运营资源 比较少的时候 那么呢 如何更有效地去高效运营 一个开源社区也是自己可以 我就简单分享一下 好 那么第一块呢 就是先讲一讲整个上文 也就是说 比如说Apaq Huge Graph的这个背景 和这个整个graph system的背景 那这个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图 然后呢 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图数据库是什么 图数据库呢 跟也算是一个细分领域的 一个NoSQL数据库为主 然后呢 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就是说 将原本SQL数据库中的数据 转化成特别是一些这种点和边的关系 也就是转化成我们数据结构中的 一个graph的这种structure 然后呢 可以看到它不是说用来存储图片或者是图像的 它是用来存储一个点边关系的 也就是说它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它是一个图数据结构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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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完整的聚化的数据库的体现 然后呢 再就简单讲一讲整个图系统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这个就也是说带着介绍一下整个比如说图数据库 或者整个graph system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历史 然后呢 从 从这个 这一块开始 就是 呃 从最早的时候 其实2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整个这个图数据库 或者是这种rdf的这种知识图谱的这种语义已经有了 然后这是最早的时候 是一个接向于 拼向于一个这种单机的一个rdf 或者是一个呃 这种 属性图的一种oltp的这种数据库 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比较常知的 像neo4j 是吧 算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图数据库 然后呢 与此相对应着就是图数据库诞生之后 就产生了一些图的一些查询语言 比如说大家比较常用的opencypher 或者说实际上grimin 它都是在接近十几年前也诞生了 然后呢 第二个这个时间代就是 基本上是2010到201617年 然后这个时候诞生了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图数据库 然后从单机就是牵向了这个分布式 也就是迎来了这个大数据整个时代 整个hadoop最辉煌的一个时代 然后这个第三点零的时代 其实就是从cutegraph大概诞生的时候 然后一直到现在 然后就是说图数据库它本身 它就会变得更加的这个多元 更加的这个复杂 它有tp的场景 有ap的场景 那么呢 它就把它拆分出了一个单独的 graph computing的这种图计算系统 然后呢 到至今呢 就随着这个 这个 ai 机器学习的这个兴起之后 图学习呢 也比较这个 也算是一个这个热门 然后呢 基本上整个这个graph system 就相当于是拆分成了三块 一块是做tp 一块是做ap 一块是做graph learning 对 然后呢 这种结构就相当于是 就相当于复杂了不少 然后呢 这是目前的情况 就是基本上可以看得到 就是从hudograph诞生之后 像比如说像 像商业版的tigergraph 或者像字节的bytgraph 或者像腾讯的这个tgraph 或者是它自己的这个图计算系统 就已经越来越多了 基本上各大这个一线厂商 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图的这个系统 然后呢 第4.0版本 其实就是当下或者说未来 我觉得图的一个这个可能的趋势 也就是说现在随着这种大模型 和LLM的这种横空出世 它基本上就是会与图学习 以及这种 ai 打通的会更加的彻底 然后包括说像这个地方 它是由多套系统构成 那么在下一个版本的时候 可能会对用户暴露一个一战式的 一个one step的一个graph system 或者是graph server 好 这就不在这儿太多介绍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简单介绍 就是huge graph的一个这个大概的历史 然后呢 就是huge graph呢 社区其实也只发了第一个就是release版本 但是其实也挺不容易了 这是它的1.0 1.0呢 它就是说这个地方说的这个 乘上旗下的意思就是说 乘上就是指它之前没有进入这个as asf之前的这个版本 然后呢 起下的意思就是 它迈向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2.0的这个版本 然后它作为一个这种成阶层 或者说第一个 这个是它原本的一些特点 这个后续可以讲一讲它发版的时候的这个历史 可以看到就是huge graph从17年开始诞生 其实到现在也已经有6年多的历史了 然后呢 去年的时候正式加入了这个incubator 和这个asf的孵化器 嗯 然后今年其实才发布第一个这个正式版本 应该是在 忘记是不是在stream park之后了 反正应该是类似的时间 对吧 然后呢 下一个咱们huge graph的版本呢 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动 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big feature 或者breaking change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侧重点 然后呢 我们就是可能希望说 借助于一个阿加拉巴集之后呢 让整个huge graph它的这个生命力 能够得到一个进一步的增强 对 行 这个也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过一下 A 好 那第二步呢 就是想 就是说咱们孵化器业专长就说 讲一讲整个这个 就是加入阿巴集之后的这个具体的这些苦和甜 因为刚刚Justin其实是讲的是 怎么样加入asf 以及说 加入asf到毕业中要经历了哪些事 但是呢 我就说站在我自己的角度 可以说算是这个第一人称体验一下这个过程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首先呢就是说加入阿巴集的这个苦 其实是不少的 对吧 这个对于 对 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就刚刚提问问到过 对吧 就是第一步我在启动的时候 就有很关键的问题 我在哪去找这个mentors 对吧 这个mentors Justin的说法是这个大家感兴趣就可以 但实际上 你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国内的项目的时候 它可能它的这个整个 document 它的这个这个多元化其实做的并不是很好 你要去在阿巴集社区这样一个地方去找一个这个mentors 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 特别是像你要找到海外的mentors 那就会更加难上加难 对吧 这么如何去找这个mentors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 刚刚Justin也提过了这个商标品牌法务的这些问题 都会很棘手 特别像是对于一个公司去捐赠的时候 就是 因为公司有公司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考量 商业的价值 它不比说是一个纯个人业务 个纯个人项目 那么公司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法务 商务 以及品牌上的这种这个约束 比如说很经典的这个阿巴西多瑞斯 对吧 它之所以有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毕业 其实就是在这个 其实就是在这个商标上卡了很久 对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的这个 合规性依赖的问题 对吧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三个party dependencies 以及这个license这种问题 这其实对于一个第一次发版 加入阿巴西的项目来说 非常的痛 对 痛到呢就是 因为这个踩了很多的坑 所以我基本上把Justin的这个 一百多封 几百多封的那个简易邮件 基本上全都读了一遍 我就去那个incubator的那个 Mailin List的把它的简易有点全读了一遍 然后总结了一下 哪一些东西可能会导致简易 然后我还写了一个那个中文版的那个 就是发版的一个那个 简单的一个文档 把它放在了那个 ALC北京上 希望能够帮到一些这个 更多参加incubator的这个项目 然后呢第四个就比如说构建官网 对吧 这个也是刚刚Justin提过的 就是说你一个人 或者说你这个社区运营的人 比较少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去快速构建这个官网 对吧 这个东西要对外展示 你以前项目可能没有一个正经的官网 第四个就是 第五个 那也是刚刚上到上面 跟这个第二个相关的东西 其实就是 阿帕企业ASF的项目 它是不允许说你的 原本的项目里有直接的一些商业化的内容 或者说你有一些商业化的license的 但是呢 就是 实际上 就是说一个开源项目 它想要长期的活存下去 它的商业化其实是 比较必不可少的 就说其实我们看到国内的 像比如说skywalking 像那个 戴老师做的那个海豚调度 或者说是像Doris 对吧 其实他都不可能说 完全脱离商业化 因为大家不能够纯运外发电 大家还要是要想 这个饭子怎么样 可能长久的吃下去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 这个trade off 和很多的这个 要去做这个协商的地方 那在最后一个呢 也是一个 就像刚刚那个 Justin没有提到的 对吧 Justin现在不在了 只好可以说一下 就是其实像整个ASF 它是很推崇 很推崇一个 这种邮件文化的 对吧 就是说在邮件中没有沟通的事情 等于没有发生 但是这个文化 在国内的开发者来说 其实是很难适应的 特别是初期 很多的开发者 可能只习惯于说用微信 或者说是用 即时的这种 IM工具去交流 他们很难说 我有一个事情 就必须得要去 这个mail list上 去订阅邮件 然后去这个收发邮件 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件事 那么怎么去适应 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 大家需要去提前思考的 对 需要去提前规划 那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也提到了嘛 就是说首个发版 其实很艰辛的 就是说在加入这个ASF之前 我不明白为什么 ASF它的整个 从init到这个最后 那个毕业 为什么中间 会有一个step 有个专门的一个里程碑 就是首次发版 对吧 我之前也不清楚 为什么首次发版 为什么会说单独拎出来 后来就是自己参与之后 就会知道 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艰辛 就比如说 刚刚Justin也提到了 对吧 在场的这个孵化器中 有谁去投 那Justin肯定算是 投减一 这个最多的人之一 对吧 那现在不在的 对 就比如说这个Stream Park 我觉得它首次发版 应该是 应该是发了六次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整个这个发版的时间 可能要跨度 一个季度以上 那么呢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在你的 你的项目内简移 或者说是在 刚刚说的那个 General的那个 就是Incubator的 那个大的 那个Manual List里简移 那你就要全部重来 那么至少得要花 你一周的时间重来 而且你因为 你还要去改问题 要去这个重新去看一看 那么这个东西 可能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 大家如果说要捐赠 就要去走 捐赠阿巴西的路之前 其实可以去多关注一下 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些事情 这样子 出现这个简移的概率 就会小很多 然后第三个 其实也是刚刚说的 就是说这个毕业 对吧 就是大家很多也和大家也都 比较关心说一个项目 进入了ASF之后 他怎么样去毕业成 一个紧急项目 实际上呢就是 用这张图就比较形象 就是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说 什么样的项目 能够达到一个毕业的标准 那么呢就如同这个图上 这个 这并不能点 就是如果如同这个图上 就是说它能够 它能够达到一个 类似于三足鼎立的 一个这种生态 也就是说整个 我们的一个这个 ASF项目中 就是说你当前的这个项目中 它能够有大概有三个 这个不同的一个这种 Community 融合在一起 而不是说 比如说某一家主导公司 比如说 比如说字节 百度 或者说是阿里 它退出了之后 这个项目就会黄掉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如果说它原本的捐赠公司 或者主导公司 退出的情况下 它还是能够继续的活得很好 那么这个时候 它其实是就真正达到了一个 扎实毕业的一个 这个条件 而不是说咱们只是说 是为了毕业去敢进度 对吧 这其实是它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三个点 对吧 怎么样加入 怎么样发版 发首个版本 还有怎么样去毕业 那么呢 就是加入AASF 当然也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这个填的地方 对吧 比如说呢 它能够更好的去 跟国内的一些开源的组织 或者开发者 能够更好的去吸引他们 这肯定比最早的时候 你是一个公司自己的开源项目 或者说你是一个个人开源项目 它的影响力或者号召力要大很多 比如说这是跟这个 G6VP 就是阿里的一个图的一个可视化的项目的一个合作 然后呢 比如说你看 有些这种 就像Justin说的 有些这种文档 有一些这种Client SDK 你平常你自己没有这个时间去维护开发的时候 你加入ASF之后 加入APA系之后 它有它足够的影响力 能够帮你去 号召普通的同学参与进来做这些事情 就包括像是这个HugeGraph 加入这个Language Chain 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也都是社区来推的 这些东西如果说是真的能够把这些力量用起来 其实你在整个Incubator 或者是在孵化的工程中 就会也会顺很多 如果说你只是一直还是在以一个 原本一个单打独斗 或者说是一个某一个公司来主导的这种背景下 那么你其实你去 你的这个社区发展进度会很慢 对 就像包括这样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好处就是 很多的国内的开源项目 它在这个前中期 其实是很难吸引到海外的开发者 就算是哪怕是给你翻译一下文档的同学 都很难遇到 或者说很不容易 但是你看如果说你加入APA系之后 它这个影响力 毕竟还是一个这种世界范围内的 它其实 不管是从这种Discord 从这个YouTube 还是从这个YouTube 或者是这个 这些不同的这种频道 你可以看到就是 甚至都会有 就会有不少的老外 他可能会关注到你这个项目 然后他会去给你发邮件 给你去这个分享 比如说是不是能够 你能够采取合作 就比如说 其实这个Tinkpop 其实也是一个APA系的项目 但是呢 其实以前Huge Graph 跟它的交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呢 直到进入了APA系 进入了ASF之后 就是Tinkpop的这个创始人 也就单独来找 来找我们 就是来寻求一些更多的一些合作 或者说一些更多的一些 互相的帮助 这都是我觉得 加入ASF之后的这个 的很明显的一些这种好处 对 包括像这个 Genest Graph和这个 发来的这种 Collaboration的这种邮件 行 然后 再就说一下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 也是一个比较痛的地方吧 就是说这个 国内的这个厂商企业 它去做开源 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项目 我把它开源出去的时候 对于公司 或者对于老板来说 对吧 就是说我到底这个 收益是什么 或者说我到底 我的这个投产比是什么 对吧 这个东西很现实 但是大家其实是 的确需要去考虑的 那我就也这里说一下 这个 这是Huge Graph自己的背景 对吧 就是说Huge Graph的一个这个 情况 可以看到就是说 从去年到今到就是说 从去年刚开始加入ASF 到就是到现在 其实社区新增了四个Committer 然后呢 有一个可以再迈向PAMC的过程 然后呢 外部外部的真正的 就是参与的贡献的开发者 大概有接近20位 就是说这一些都是说是真正去提代码 提Feature的 嗯 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点要是专门提出来的 就是说很多的产品 它其实是有商业化版本的 对吧 不管说是像Doris 还是说像 这个 像什么Spark呀 Flink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自己的商业版 如何去去寻找开源版 以及说公司自己内部版 甚至可能还有一个商业版 这三个版本之间的这种统一和开发 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很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刚刚说过了 就是说一个公司去做一个开源项目 它如果说是比较投大的资源 那么它一定会涉及到一个这个价值 以及说它如何可持续的问题 那么呢 那这个时候就一定会面临到这个商业版 或者说内部版 怎么样去跟开源版之间保持一个这种平衡 怎么样去提高它们之间的这种资源复用 利用率的这个复用 并且呢能够保持一个 这个比较balance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是Huge Graph这个目前的情况 就是加入ASF之前 其实Huge Graph开源的时间也很久 但是呢实际上可以看得到 内部的占比基本上能够占到95%以上 也就是外部基本上只是一些很轻量的参与 就是说基本上原本的公司 或者百度它是作为一个主导公司 基本上是完全的在推动这个项目 外部的占比非常低 然后呢加入ASF之后 内部的占比其实已经大幅的下降了 就是说整个社区中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提issue TPR 特别是TPR 或者说提这个 这种proposer的这个占比 基本上外部现在已经能够超越内部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就算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开源节流的体现 比如说这个地方 其实还有一个很很很直接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企业直接去开源 它不容易去吸引到真正的这个外部开发者 对吧 就是如果说不是一个个人项目 如果说是一个企业项目 比如说自己阿里 他自己或者说是去开源 他为什么不容易去吸纳到真正的开发者 这后面我也会讲一讲 其实他这个跟整个ASF的文化 其实也是相关的 也就包括像刚刚有一个同学 他问过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我捐赠给ASF项目 如果说PMC后面以后他毕业之后 他能不能够把这个协议做更改 改成一个商业协议 或者他选择币源 那么在ASF中 这肯定是跟你说的 这个是no way的 对吧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 因为任何的人 像国内的这个同学也好 他去参与开源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务实的心态的 对吧 就是用爱发电这个不是那么现实 他很多时候他是在想说 我现在在用它 那如果说我也能够为他去做一些千装加瓦 并且以后我能够成为这里面的 有一部分有影响力 有投票的一个人 那么我才有这个动力去持续的去做 如果说我做的这个开源是 给别人做嫁衣 别人是可以随时避缘 对吧 别人是随时可以改这个license的 那么这样子会对别人的这种参与的这个意愿度 其实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吧 这个也是刚刚顺便解释说一下 RASF其实它就保障的说明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 它能够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 一个这个 像一个裁判的一个这种标准 对吧 我们把这个东西交给了 交给了一个中立的这种组织 任何人都能够参与它 任何人都可以试图去主导 或者说是去影响它 对吧 它不再说是某一个公司 或者某一个个人的一个项目了 对吧 这就其实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就它的这个sore就已经改变了 对吧 对 好 然后呢 我就再来说一说这个高校运营开源社区这一块 其实我之前好像记得Stream Park 也是只有一个同学在主导为主 对吧 所以说其实这个怎么样去高校运营社区 我心想肯定是件很痛的事情 因为就是大家做技术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要去分一很多的个人时间去做这种运营的 其实这不像是说一个专业的运营同学 或者专业的产品同学去做这个事 那么怎么样去在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 更高效的去做这个其实也比较重要 这比如说这个对这个标题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community over code vs一个人呢 这一个人比如说就是典型来讲 就是说是我一个人 或者说是Stream Park的一个同学 对吧 就是说现在要上线了 现在去捐资阿巴奇之后 我们要去做这个官网 那这个官网其实没有人能够 比如说我也不会前端 我也不会这个F1这块的东西 那么怎么样去快速的 从0到1的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对吧 那么首先呢就是就跟 Justin说的一样 你得要去尽可能的去挖掘社区中存在的这个力量 跟以前不一样的是 你以前这个项目是公司在去主导或者主推的时候 那你就去公司找前端 对吧公司去找设计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去社区去吼 你得去社区去吸引大家 你得去更加open的去就是让大家参与进来 你问一问社区里面也没有设计 社区里面可能没有设计 但是呢那你可能再问一步 你说你问社区的这些使用户 或者说他的这种contributor里面 有没有他的同事能够帮忙 或者是能够参与一下设计 或者懂一些前端的 那就有可能会有了 这就是一个二度好友嘛 对吧一度好友找不到找二度 然后呢再就是通过这个开源的一些这种 模板或者说像比较好的一些这种开源框架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构建出一套体系 其实剩下来的主要的事情 工作量的事情其实就是在于设计 设计几张图 以及把你的文档做一下这个翻译和变迁 那么呢这块就跟你说的 就要去主动的去这个挖掘这个社区的这个力量 然后每一个人可以分一块任务 你得要去强迫自己去习惯说 不再是这种我一个团队 或者说是我一个一家去做这件事情 要把它就是去shel出去 那这样子呢这个事情可能做起来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那然后呢再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原本一个项目 它如果是在公司内部的时候 它是很它基本上肯定是用公司内部的一个一套OA系统 一套这个Wiki系统 那么呢这个东西它真正是要走到这个 走到ASF的话 说了就是说刚刚有两个 第一呢就是它存在说这个Mailin List 它的这个沟通效率比较低 跟国内的这种开发者的这个适应 其实不是特别的这个挂钩 但是呢它又得 我们又得要去遵循ASF的文化 我们得要多去用邮件沟通 然后不能够都依赖于微信这种工具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多去寻找一些类似于说Jira 或者说是大家比较熟悉的Github的这种 issue discussion 还有这个projects 对吧 我们可以尽可能能多用这种 ASF范围内允许的这种 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沟通任务管理的这个效率 其实我以前也没有用过整个这个 这个Github的这一套这个 也可以说是这个OA流程 但是呢其实当你用起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管理和这个多人多公司协作的时候 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Huge Graph也是从这个从很不适应 然后到这个逐渐适应 到现在呢就是比较适应 基本上就已经还算是熟悉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任务 它可以按一个比如说一个这种 简单的一个这种to do的层级 按这个优先级对吧 按这种任务的这个大小去做一个很快速的切分 然后呢这样子其实是会 还是对你这个总览整个项目怀疑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呢这个projects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是可以把多个项目关联到一起的 就是它可以把你比如说 比如说Doris它会有四五个小的report 那么这四五个小的report 它单纯的issue和discussion是比较分离的 它们只会在自己的report里存在 通过这个projects它可以把你整个 就是ASF下的这个report都可以自己任选的把它关联起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有个很好的一个总览 然后呢再就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什么好方法呢 也就是说大家也可能都比较知道 就是说可以去参加一些这种高效的下令营 比如说有Google的GSOC 然后呢OSPP 包括像是这种 这种CCF自己举办的一些这种开源下令营 然后呢它这个东西的好处是 它可以最大最高效的去帮你去吸引 学生的这个群体 因为其实学生群体算是开发者中一个比较 有充于时间对吧 有充于时间 它的这个利益的寻求度可能会相对比较低 它不是说我必须得用你这个项目 我才会去给你做贡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去尽可能的去参与一下这种高效的这种开源项目 然后呢通过去参加这种项目 把你的社区或者把你的这个 把你的这个软件 推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平台中 那么你的整个这个曝光度 或者你整个这个运营的这个顺畅度 兴趣就会好很多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 我HugeGraph今天也是第一次参与 但我个人觉得其实效果还算是挺不错 比你自己卖力的去吆喝 我觉得其实要好很多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条一条思路 这个其实也是 Justin开始刚刚说的嘛 对吧 他其实之前呢 HugeGraph他整个没有去太去刻意的做这个容器化 或者说没有去把这个产品化做的比较好 然后呢这就会造成说 你当你的新用户去用你的时候 你不能假设这个用户是已经有一定的门槛 他可能就非常的小白 那么呢你其实是应该去尽可能的 把你的这个软件的易用性 把你的容器化 把你的这种one step的这种 就是一键启动的方式 尽可能的提供好 不要直接丢给他一个裸的云马包 或者是二进制包 那么他有可能会运行不了 那么容器就是一个这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需要大家去花点时间 把这个容器化的东西把它就是做起来 那么这样子很多的新用户 很多的小白用户 他不需要去安装你一大堆的这个依赖环境 他也可以去很简单的去用一用 就是try一下 try一下你的这个项目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对 然后呢 这个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主要到这 看看那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好 谢谢 嗨 紫薇你好 那个我这有个问题 我看你那个主题里边有一个就是 开源截流的这个主题 然后其实今天上午我听那个演讲的时候 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如何向上汇报 那这里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 这个开源截流层面怎么在内部 或者说怎么去向上汇报这件事情 是怎么做的 对 好 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把这个开源截流和这个 对吧这个东西讲的太多 因为他这个话题其实比较现实 可能 可能对于这个就是参与的这个同学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特别像是在公司参与的 但是可能对于说 ASF来说 这个doesn't matter 对吧 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 你怎么向你老板汇报呢 这个并不是他care的事情 但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事 我刚刚没有去太多的这个篇幅去讲 那这样问他 我就再说 这个再补充说一下 就是刚刚这个地方 其实也提过了 就是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一个正常的商业公司来说 就包括像那个 Parser Parser对吧 他们也背后有他们的那个 Stream Native这种商业公司 那么呢 有两种情况 就是说上一次我记得是 郭伟老师 他在讲他那个的时候提过 就是说 正常来说一个开源的项目 不管是不是ASF 他大概有三条路可以走 对吧 三条路的商业化可以走 第一条就是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也就是说你用你的开源版 然后我去提供一个技术支持服务 比如说 比如说典型的例子像Red Hat这种 对吧 他去做一个这种技术服务支持 或者像 这种类似 但是呢 他这一条路 第一条路的商业 这个ROI肯定是最低的 因为你去给一个开源版 去提供技术支持 可能很耗费你的人力和精力 而且对方并不愿意 太实际上付费 但是呢 这个门槛也是最低的 然后呢第二条路就是 郭老师提到过就是说 比较常见主流的方式 就是说有一个商业版 就是比如说像Doris 他有个社区版 他有SelectDB 这种商业公司提供的一个商业版 对吧 这个PASA他有一个社区版 他有背后的这个Stream Native公司 提供的一个商业版 包括像海豚调度 对吧 这种很多其实 我们见到的这些mentors 其实他都有一个商业版的东西 那么呢 这一点就是只能适合于说 你所在的这个公司 或者是这个业务 是能够说比较能够主导 或者说是在这个开源中 已经有比较重的这个地位席位的时候 你才能够说 我的这个商业版能够去 比较好的生存 就比如说像Doris 他还有一派是Star Rocks 对吧 这一个他已经不在社区中 占有一个主要的地位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难通过 再通过Doris去到Star Rocks这种转化了 对吧 这个一点就是第二条 那第三条呢 就是上云 对吧 这个是ROI最高的一点 然后呢也是最难做的 上云呢 其实这个大家听起来都很简单 实际上最大的痛点就在于 上云的前提是 你的产品已经要有很足够的影响力了 不然是不会有人来买账的 你只是单纯的把你的产品丢到云上去 那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对吧 就是说郭老师那个时候 我提出了有些三条路径 然后呢我的建议是说 这三条路径得并行的去走 因为第一条路径 这个提供技术支持 门槛低 ROI比较低 但是呢它最容易让你牵起步 就是 这个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去试一试 第二个就是这个商业版 对吧 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投入其实是比较大的 普通的这种开发者 其实很难说是 你去使用或者贡献一下一个开源项目 你就能够去构建一个它的商业版 对吧 但这个是比较适合于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团队 然后那第三个上云呢 其实也是类似的 对吧 就是它也是需要有一个很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然后呢就是先说一下这个背景 然后呢再说一说就是比如说刚刚回到这个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我如果说就是在一个普通公司 我现在比如说我给flink 我给这个hadoop做了一些贡献 那么呢这些贡献怎么样能让老板觉得说 我参与了这个 我变成了这个项目的community 这个东西有很大的价值呢 其实我觉得 这得要从两个关键点去谈 第一个就是首先你所在的这个业务 或者是你所在的这个部门 它得要用得上这个软件 对吧 如果说你只是说 比如说我是做大数据的 然后呢我去给一个 比如说给一个安全 或者是给一个那种运维的项目 去提了不少的PR 成为它的这个Communitor 其实这个时候你很难汇报 对吧 但是你如果这个时候说 你说你给StreamNative 不给StreamPark 对吧 它这个提供了一些这个 提供了一些这个PR 然后呢并且把StreamPark用到了咱们自己公司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还去比较好去谈 比较好去聊 它相对于是一个你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引进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 其实还是说这个影响力这一块嘛 对吧 就是如果说对于公司来说 你能够在没有影响你的主业的情况下 你去参与一个这种ASF的这种基金会的项目 然后呢并且你可以去做一些这种具体的分享 做一下这种Share 你相当于是代表整个公司部门去参加的这种大会 这种情况下呢 对于你公司的影响力输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然后的话 再往再往高层走 其实就需要你更好的去 怎么说呢 这个要去揣摩一下老板 或者说是你们公司部门的这个需求 对吧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一点吧 行 我刚刚就补充说了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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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